屏东一名叶小姐的母亲 前天骑着机车从屏东到高雄从事水泥工 没有想到回程行经机场外环道路遇到了车祸 走一不至 到底是谁撞她的母亲 叶小姐上网请求大家来帮忙 有人主动提供了影片 拍到她妈妈最后身影 但是影片模糊少了关键车牌 现在她恳求目击者或者是撞到的凶弦能够主动出面 从民众提供的行车记录器可以看到 屏东县机场外环道的对象车道 就在大货车经过的瞬间 妇人骑机车过去没几秒居然被撞 妇人后来被民众发现倒卧在路边 机车前挡风板被撞裂 横躺在马路中间 车上的水桶物品散落一地 从事水泥工的妇人 每天都从屏东骑着机车到高雄工作养活家人 女儿想找出妈妈死亡真正原因 剖网气胸 虽然有人提供最后行车画面 但却因为车辆车牌号码不清楚 无法确认到底是哪台车 跟母亲的死有关联 但女儿还是希望能够透过网路力量 帮忙找出答案 记者李安平 平等报道